没关系 我没事 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 霓珊 你是不是因为这几天赶考 休息不够 闻笑 我真的没事 你别担心了 你别强撑着 我可不希望你因为心膜病倒 你可是第一次这么关心我 我好开心啊 你可别误会啊 我可没别的意思 终于谈下来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闻笑 我觉得 你还是给严夏打个电话说一声吧 为什么 我怕他多想 放心吧 他不会的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我回公司还有合同要看 好 喂 严夏 人需强烈反对 我也没有办法 没关系 不过 有一个人 你们应该会满意的 谁啊 他叫江南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博主 在时尚圈也挺有权威的 谢谢啊 四七 哥 四七 啊 四七 不能 对吗 四七 谢谢啊 并非 并非 闻 我也有 tech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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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只能这样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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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是来找严夏的 你找严夏呀 他一大早就去公司了 牟总监 四七可能不会来 迪爱工作了 你也知道 因为之前许墨诚 利用了四七 所以仁叙不想让他来了 他们那边 我是说服不了了 不过四七跟我说 最近有一个很红的博主 叫 叫 叫江南 你说的这个人我见过 他是墨尘的朋友 他在时尚圈确实很权威 我现在就去跟墨尘说一下 好 江南 你知道他现在 在做一档网络节目吧 他的栏目在时尚圈里面很热 怎么了 他在栏目里大多介绍的是一些知名品牌 虽然跟直播不同 但网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是好时的会员 跟你也相识 还有多年交情 我觉得这件事 由你来联系最合适不过 好 喂 何贝 辛苦你了 喂 周琪 去我办公室拿你昨天放在我桌上的两份合同 我门口等你 是 艾琳娜 我现在急着要发票 财务部一直叫我报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 看你的表情 你并没有动这笔钱对吧 路死是正规的公司 如果你动了这笔钱 一定会有收据的 所以你才会想着去找广告商 开假发票给我 但是你又怕被我查 所以你一直不提这件事情 想要逃避这个问题 我相信你在业内这么多年了 在西班牙的时尚圈也是有一定声望的 为了这么点钱 毁了你的声誉 不值得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可以继续合作 你们路死品牌不是一直想要进军中国市场吗 我们迪埃可以帮助你们 互惠互利 如果你决定好了 今天就把合同签了吧 你好 我是 我知道 现在很有人气的美女设计师慕灵珊 我们在好时开业的时候见过她 我这个人呢 说话向来比较直接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这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这是我最喜欢的壮色 非常疯狂的色彩搭配 又没有特别 肯定是许墨尘告诉过你我喜欢的设计风格吧 而且在细节上你们还加入了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元素 你看这绣口的潘痴纹 一看就是纯手工绣上去的 用的还是丝绒线 看上去有点像香绣 但是又不全是 每个人都在维系目忙碌着 我却不知道该干什么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喂 喂 温孝 聂斯奇不能来迪埃上班了 但是他推荐给我们一个不错的人选 现在已经谈好了 就差你来走合同了 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 我知道了 现在收集稿已经确定下来了 等到正式做养衣的时候才需要你 颜夏 没什么事你可以回家休息了 回家 文相了 再忙吧 他这个人就这个样子 一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 我刚好也要走 送你一程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 芸汕 你这几天一直熬夜 这边你就不用跟进了 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 我没事 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 霉珊 你是不是因为这几天赶考 休息不够 文相 我真的没事 你别担心了 你别强撑着 我可不希望你因为心膜病倒 你可是第一次这么关心我 我好开心啊 你可别误会啊 我可没别的意思 信幕那边可以顺利进行 丁文笑的本事还真不小 祖宏 艾琳娜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艾琳娜最近好像销声匿迹了 完全没有消息 看来 我得去迪埃关切一下了 丁总 灿宁 银夏呢 现在央艺制作还没有开始 我怕她耽误 孝氏光年的事 我就让她提前下班了 现在央艺已经订稿 可以开始制作了 那我现在联系她 不用 我来找她吧 丁总 王总 您今天怎么有空来迪埃 我是来关心一下 信幕的进度 信幕的设计稿 确定了 下游的制造厂商也确定了 丁总裁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吗 托您的福一切顺利 我很好奇啊 王总 你曾经质疑迪埃的管理 觉得迪埃没有规章制度 那么对于你来说 迪埃应该是一无是处 无利可图才对 你怎么会想要并购迪埃 而且用高于市值的价格 置换股权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王总应该是想要借由迪埃 完成雨薇的上试试吧 那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只要我在迪埃一天 你就永远达成不了你的目标 王总 王总 你也是迪埃的股东不是吗 如果迪埃能够上市对你 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来 林善 你要用手来感受一下她的触感 好像是好一点 我看这个 那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我们立刻去找唐总 林善 你这几天一直熬夜 这边你就不用跟进了 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 我没事 我没事 去哪儿 待在家里闷 想出去透透气 是出去透气啊 还是背着我去低埃上班 任逊 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 难道你连对我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根本就不是你心里最佳人选 我就是个替补 难道你真的觉得我去迪埃上班 不是为了言下 是为了许莫辰 你敢说不是吗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我能怎么想啊 自己的女朋友 和曾经单恋过的男人一起去旅过游 现在又要在一起上班 你让我怎么想 原来 你一直在意这件事情 说不在意那是骗人的 曾经在内心深处渴望的感情 藏着没有用 一旦遇到时机就会再度触发 任逊 两个人之间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那在一起也没有任何意义 别拿信不信任 来掩饰你按捺不住的心好吗 好 如果你真这么说 那我现在就去找许莫辰 喂 思琪 任逊他太过分了 他一直放不下我和许莫辰之间的事 他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我承认我之前对许莫辰动过心 但也只是一时糊涂 探透他条件好 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为什么任逊他就是不相信我呢 思琪 你也别怪任逊了 看待别人的感情呢 永远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 道理谁都懂 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咱们身上 咱们也会混淆不清 可我已经明确表态了 他还想我怎样啊 这个感情问题呢 就跟眼里进了一粒沙子是一个道理 谁的度量都没有那么大 除非不爱了也就不在乎了 眼下 你是不是跟我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没有 我就是跟你讲这个道理 那你说 我要做点什么 才能消除许莫辰在 人序心中的魔咒呢 我也不知道 好 谁的电话 怎么不接啊 三二有电话 眼下怎么不接电话呀 样衣就要开始制作了 得马上找到眼下 喂 喂 阿姨 那个眼下她回家了吗 没有啊 她不是去DI上班了吗 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来公司没看到她 就问问她回家没有 你找眼下 可以打她电话呀 我打了 但是她没接 所以我就 你别着急 别着急啊 眼下没事的 那个 可能她没听见 这样吧 回头阿姨找到她 让她马上给你回电话 行 那麻烦你了阿姨 都不知道 一 dáng 你老您了 还让她在哪里 我帮你走 这帮人去 你走 我帮你走 你走 好 来 去呀 那你别走 你了 你走 那我先走了 肯定说你笑给我妈打电话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拥银在时无人接听 已经稍后再拨 阎下这孩子最近怎么了 总是怪怪的 不行 他回来我一定得找他问清楚 任逊他去哪儿了 你不是想着许墨诚吗 干嘛还给我打电话 我任逊肯定让你聂司机后悔 怎么不接电话呀 喂 眼下 任逊他不知道去哪儿了 好 我马上过来 眼下 任逊他要真想不开出什么事 我该怎么办啊 思琪 你冷静一点啊 任逊那么大的人了 他没有你想得那么脆弱 可能 可能他只是心情不好 出去走走呢 就算再生气也不会用不接电话 这种幼稚的方式啊 眼下 你陪我出去找找好不好 那天眼下带聂司机来迪哀 结果造成任逊和聂司机的争吵 任逊反对聂司机来这里 所以他才不能来迪哀当网校经理 这都是我的错 我一直在给门校扯后退 我一直在给门校扯后退 摩尘 你别自责了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当下的问题 不管有多困难 我一定要帮门校 争取到聂司机这个网校经理 艾琳娜 最近我怎么感觉 你总在躲着我 王总 是您多想了 现在信幕已经正式启动 您这边的进度也落下了 公司一直逼问我现在的情况 王总 以我个人的立场 我当然愿意选择跟您合作 但是 在公司的角度 可能会选择DI 您也知道 我只是中国区域的代表 决策 我还得听总公司的 我也只能提议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 以后 你不想再跟我合作了 王总 再商言商 至于我个人的恩怨 咱们就先放一遍不说 如果与薇能够提出 比DI更好的设计 我愿意跟您合作 但如果不能 我也只能听公司的选择 我还有事 我们改天再聊 丁文香 你到底用什么方法 让艾琳娜 选择和DI合作 喂 林珊 文香 听蔡宁说 你要自己告诉 言下样一的制作时间 怎么样 说了吗 还没有 我也不知道言下怎么了 打电话也不接也不在店铺 我现在正在等她呢 文笑 该不会是因为姓牧 我们最近走得比较近 让严夏心里不是滋味了吧 应该不会吧 严夏那么大度 不会那么小心眼的 文笑 严夏毕竟是个女人 你别掉以轻心啊 放心吧 她不会的 那好吧 样一的进度不能耽误 嗯 明天见 文笑 即使你已经选择了严夏 你还是不了解 这些男女之间的感情 好 思琪 这么着也不是办法 你想想人叙不开心的时候 会去哪儿啊 她唯一带我去过的地方 就是海边 我已经找过了 她不在那儿 我也不知道她还能去哪儿 那仁旭的朋友们你都认识吗 都问问 我没见过她朋友 合作这么久 你都没见过仁旭的朋友 没有 喂 妈 严夏 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仁旭跟思琪吵架了 仁旭也不接电话 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正跟思琪找呢 仁旭不接电话 那是幼稚的比较 表现 你不也不接文孝的电话吗 我跟她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哦 不接电话 就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 唉 我跟你说啊 仁旭啊 不会有事儿的 你赶紧回来 妈有事儿找你啊 知道了吗 思琪 我可能不能跟你一起找了 我妈说让我回家找我有事儿 好 你找到仁旭立刻联系我 我先走了 好吧 你注意安全啊 好吧 寗思琪 你出去 你给我解释清楚 叔叔 念思琴 念思琴 你不会是 知者去不查了吧 只有和念思琴说清楚 才有机会 喂 许孟臣 念思琴 明天有时间吗 我想找你和仁徐聊一聊 别提了 仁徐因为你正在跟我闹脾气 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现在正在找他呢 那你现在在哪儿 我过去帮你找 我在商场大街 好 我马上等 说吧 你和文啸之间 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妈 我没事 没事 没事 没事他能到处找你 没事你能故意不接他电话 我没听见 你能没听见 你就骗我吧你 说 妈 文啸最近在忙心目的事情 我不想让他分心 也不想打扰他 你不接电话 他就更不安心了 我跟你说这感情啊 不会一帆风顺的 偶尔也会有磕磕碰碰 你心里 要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 千万别不说 这积压久了 万一那天爆发了 可就不好收拾了 你要是有什么不好说的 妈听你说 妈 我跟文啸的事情 我自己解决就好 你不是说过吗 会尊重我的决定 这孩子 你怎么拿我的话 读我的嘴啊 好了 您就别操心了 真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跟我说什么麻烦 真正对不起你 和任徐的人是我 还是先找到任徐再说吧 那子鸡 你知道 我有多爱你吗 我可以为了你 什么都不要 可是 可是 你永远都感受不到 你要再出你自己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她们在这里 人叙真的舍得丢下我不管吗 他不会的 我看得出来 他很爱你 如果他真的爱我 为什么老是不信任我 还老吃你醋 因为在人叙的心里 认为我 就是你和他之间的那堵墙 就像文秀 在我和灵珊之间一样 想要破除这个魔咒 唯有的办法 就是放下心中的执念 先找到任叙 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可是问题是现在 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任叙 怎么谈啊 今天有点太晚了 明天 我再陪你找 那也只能这样了 任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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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喝这么多酒 嗯 我喝不喝酒不用你管 这么晚 你混到现在才回来啊 和十分人在一起 开心吧 要不是因为你不接电话 莫名失踪为了找你 我会这么挽回吗 哼 你思琪 你什么时候变得 什么谎都这么习正言辞了 我说的是事实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问严夏 严夏 严夏 严夏他要帮丁文孝 肯定会和你串通一起 骗我 啥子才信呢 任叙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取闹啊 我无理取闹还不是因为你 无理取闹 你思琪 我告诉你 我仁叙 一定会让你后悔选择了许莫辰 好 既然你替我做了选择 明天 我就去迪埃上班 去呀 去呀 我同意了 去 去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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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孝信任不够 我应该相信他 怎么又开始了 一次鼻子痛 今天我一定要弄清楚 眼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姨 眼下在家吗 他刚走不久啊 他没去萧氏光年找你啊 我刚从萧氏光年过来 这一路也没见着他呀 温孝 你和眼下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自从我回了迪埃 一直在处理心目的事 别的 我也没干什么呀 温孝 阿姨知道 你最近啊 一门心思就想完成迪埃的上市 但是 你不能因为工作忽略了生活 冷落了眼下 你看 我们家眼下虽然很独立 但她毕竟是个女孩 需要人陪 知道吗 我今天就要看看 你到底去哪儿 好 今天去哪儿找任逊 不用找他了 麻烦你送我去迪爱 你不担心他吗 不要再提关于他的事情了 如果你不愿意 送我去迪爱的话 我可以自己去 我送你去 请你去迪爱 欢迎迪爱的网销经理 你个前台 怎么会知道我成网销经理了 我们迪爱是没有秘密的 网销经理我帮你刷卡 喂 陆青 丁总 聂思琪已经到公司报到了 就等您回来签订入职手续了 看来信幕更接近成功了 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丁总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麻烦你了 谢谢 聂思琪 你这回回迪爱上班 不会又是为了许莫辰吧 为什么你们全都认为 我回来迪爱上班 是为了许莫辰 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啊 你别生气 我这都是因为你之前的行为 所以 周琴 我承认我之前犯过花痴 心思全在许莫辰身上 所以造成低安销售业绩下滑 但我现在回来不只是为了弥补我之前的过错 更为我自己的前途 所以请你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了 我我为我之前不礼貌的行为向你道歉 同时我也代表丁总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好 丁总 有些事情想单独和你谈谈 是关于迪爱的事吗 不是 是我个人的事情 哎 亮哥 你那边有活没 没问题 不管有多苦有多累 我都能忍受 只要有公开 那有活再低的价格我都接 你要是觉得我价高 我可以再降低于平时一倍的价格 没问题 我接 不管论小时还是论剑术 我24小时全天候待命 哎呀 哥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送货火速再多的单我也跑得完 哎 好 好 闻笑 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王总有什么话直说吧 我不喜欢拐弯木桥 谁要说吧 你现在在迪爱 帮许莫辰再做这个总裁 以后迪爱上市了 你在迪爱可以拿到的所有好处 我都可以加倍给你 你帮我来做事 王总啊 你开的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 如果我是为了利益的话 我可能就答应你了 你不为利益 你为什么 对我父亲的承诺 王总你可能不了解迪爱 帝爱并不是一家完全只为图利的公司 帝爱有信念 有坚持 帝爱的每一个员工都把帝爱当做家一样 所以当初当我父亲离开的时候 他们才没有辞职 当你删减信目的预算 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了 是 我清楚你并告迪爱的目的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相信你身为迪爱的股东 你也一定乐于见到迪爱上市 毕竟你也是受益者不是吗 是 王总啊 我丁文啸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能力 真正成就迪爱的 是迪爱员工的向心灵 对 不 是 魯智 走 不好意思啊 让你交等了 你的入职手续我已经签完了 他们一会儿就把门禁卡给你 谢谢 念思琪 我问你个事 严夏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严夏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我看他最近都挺好的 怎么了 没什么 丁总啊 您和严夏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您尽管说 谢谢你啊 你来地下上班的任叙呢 别提了 就因为我来地下上班 他跟我大吵了一架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许莫辰 聂思琪已经来地下上班了 太好了 那你和任叙之间的误会都解释清楚了 我 根本没见任叙啊 那 聂思琪怎么会来地下上班啊 这其中肯定有隐情 菜宁 严夏在哪儿呢 严夏 我也在等他来公司 讨论样衣之作 那我打电话问问 四七 喂 眼下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找了你一圈了 蔡宁也在等你 讨论央衣改造的事情 我 你怎么了 你 你在哪儿呢 我在店铺里 你不会肚子又疼了吧 我让丁文笑去找你啊 四七 千万别告诉丁文笑 我不想让他知道 你也别让弟爱的人知道 那我马上过去找你啊 怎么样 眼下怎么说 那个 我现在还有点事情要干 那我先不跟你聊了 拜拜 你四七 怎么神神道道的 任逊 丁文笑 你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我不想去 你这么强忍着也不是事啊 我没事 小毛病 什么你没事啊 你这病 之前住院的医生都说了 你再不治疗你就 不要诅咒我 我没有诅咒你啊 我是担心你 你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没有说服任逊就去迪爱上班 真想跟他闹掰啊 不是我说服不说服他的问题 是他 他心里有事啊 对了 丁文笑问起我你的事 你俩是不是 没事儿 没事儿 我们两个挺好的 是吗 杨姨制作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这言下怎么还没来迪爱呢 这时间真的是不能再耽误了呀 这个我知道 灵珊 最近 严夏好像躲着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因为信慕 你忽略了她的感受 不会吧 严夏再怎么心大 她也是个女人呢 如果你放心我的话 严夏的事交给我处理 我打电话给她 该说什么呀 再说了 又不是我的错 严夏 我很感谢你 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是你让我真正明白了 什么是真正的感情 如何去选择 说实话 你并没有真正地了解文笑 他虽然背负着迪爱上士的承诺 可他跟他的父亲关系并不好 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父亲安排好的 所以 文笑从来没有过过 属于自己的人生 就是因为他中承诺 所以他背负这个使命到今天 只有完成他父亲真正的遗愿 文笑的内心 才可以得到自由 文笑 文笑从来没有私人感情 直到遇见了你 他会笑 会调侃 学会了关心别人 这些 都是我怎么努力 也做不到的 我承认 我曾经妒忌你 恨你 想用尽一切办法 让你离开文笑的身边 但我越这样做 文笑离我就越远 吴总监 你跟文笑有那么多 共同的经历和回忆 你放得下吗 说实话 真的让我放下一切 还真有点舍不得 毕竟 牟总监 信木 永鼎和文笑已经足够了 样衣的部分呢 唐总也可以完成 可是消逝光年 是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不想因为信木 放弃消逝光年 在呢 我 你 我 你 我 喂 思琪 任叙他太过分了 他一直放不下 我跟许墨尘之间的事 他根本就不信任我 我承认我之前 对许墨尘动过心 那也只是一时糊涂 他弄他条件好 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为什么任叙他 就是不相信我呢 思琪 你也别怪任叙了 看待别人的感情呢 永远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 道理谁都懂 可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咱们身上 咱们也会混淆不清 但我已经表明态度了 他还想我怎样啊 这个感情问题呢 就跟眼里 禁了一粒沙子是一个道理 谁的度量都没有那么大 除非不爱了 也就不在乎了 眼下 你是不是跟我碰到 同样的问题了 我没有 我就是跟你讲这个道理 嗯 那你说 我要做点什么 才能消除许墨尘在 人叙信中的魔咒呢 我也不知道 我爸 你没有什么 我真的要自己 我真的要自己 去除非 你是不是 你 你 这个 我真的要不要 你 不然多累 我一定要成功 这个傻子 该不会为了跟我赌气 真的拼命了吧 喂 哥 有活儿 好 我马上到啊 马上 这么晚了去哪里 我去哪儿 你管得着吗 我为什么管不着啊 从你那天上了许莫辰的车 你就失去了这资格 任煦 我不想跟你啰嗦 我放下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新木的设计稿 我希望你能够 尽快启动海外宣传 先进行预热 放心吧 丁总 一周之内 一定让你看到成果 那就麻烦你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喂 张 新木的设计稿已经定了 你们的团队可以开始作业了 喂 丁总 喂 周琪 你请先来的网络销售经理 到会议室等我 我们开个会 是 丁总 聂思琪 聂思琪 周琪 干嘛 丁总请你一会儿 去会议室开会 哦 知道了 闫夏拒绝回DI制作样衣 闻笑知道吗 我暂时没告诉他 以免他分心 闫夏和闻笑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突然这样子啊 可能是因为信木 我最近跟闻笑走得比较近 闫夏要所误会吧 有可能 之前我带闫夏去找聂思琪的时候 谈记过我们过去 我跟他说 不管我怎么努力 都无法取代闻笑在你心中的位置 但我越这样做 闻笑离我就越远 莫总监 你跟闻笑有那么多共同的经历和回忆 你放得下吗 说实话 真的让我放下一切 还真有点舍不得 毕竟 莫总监 信木 有你和闻笑已经足够了 样衣的部分呢 唐总也可以完成 可是萧氏光年是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不想因为信木 放弃萧氏光年 所以 言下是误以为 我跟闻笑因为信木重拾旧日感情 才问我 真的舍弃得了过去的全部感情吗 还有共同的回忆 言下 现在肯定以为自己在信木是多余的 所以才会想退出 成全你和闻笑 灵珊 这件事你一定要和言下说清楚 不然 我知道 可是有时候光凭我说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想个办法 严下 你怎么不去迪埃上班呀 迪埃有闻笑跟牧总监 我去干吗 我怎么听这话有点怪怪的 有吗 当然有了 想当初 是你支持闻笑回地埃帮忙的 你把那个私人定制的设计稿都给了那个木灵山 暂缓了私人定制 照道理啊 你现在应该是全身心地投入 去帮闻笑 你看你 妈 如果我全心全意投入信木 那制衣铺谁来管呢 闻笑在迪埃 我在制衣铺 这叫各负其责 好了我不想跟你说了 我要去制衣铺了 自从闻笑回了迪埃之后 这孩子怎么变得怪怪的 天哪 不会是闻笑跟那个木灵山 又死灰复燃了吧 网笑方面你有什么想法 喂 我现在完全没有心思啊 丁总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说 是这样的 任旭他不想我来迪埃上班 是因为怕我对许墨尘 又再度死灰复燃 为了证明我不会 所以我想请您 也让任旭来迪埃上班 再说了 网笑部门 也少不了配送环节嘛 你说是吧 你是网络销售的经理 网笑这一款全由你说了算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过 前提是你必须先向我提交网笑计划 没问题 我马上就能交给你 我现在就去找任旭 你去看 快点 走 旭烦 严下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怎么 不放心我啊 没有 不是不放心 是因为现在海外宣传这一块 艾雷娜已经开始着手了 聂司奇也马上要提交她的 往销计划 我不希望杨一的制作 耽误了发表的时间 杨一的事情你放心 我会在机械内完成的 但是 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任逊 许墨展地跪了吗 任逊 你真的误会了 误会 你敢说你之前 欺骗聂思琪都是假的吗 徐墨展 如果你真心喜欢聂思琪 我可以退 我有自知之明 我没你有钱也没你帅 但是 我至少比你有骨气 任逊 我承认 之前都是我犯的错 我也诚心向你道歉 但是聂思琪来迪哀 纯粹是为了当网销经理 而不是因为我 你误会他了 我不是啥子 我不会相信你那些鬼话 聂思琪他就是单纯才会相信你 我不想看见你 我不想看见你 请你 立刻消失在我视线里好吗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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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这任婿 这个时候为什么关机呀 闻笑 给自己放一天假吧 毕竟工作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我知道 你为了迪爱的上市 赌上了私人定制 但是 如果完成了迪爱的上市 实现了对你父亲的承诺 却失去了严夏 这才是你人生最大的损失 迪爱一直都是你的包袱 而萧氏光年 却是你的归属 我不希望你因为信幕 失去跟严夏共同的梦想 不要让我曾经的不安和怀疑 发生在严夏的身上 温笑 迪爱需要你的经营 你跟严夏的感情一样 欢迎光临 你怎么不问我需要改什么 你很好 没什么需要改的 需要 我需要改变我对感情的认知 严小姐 你愿意帮我吗 放下手边的工作 跟我来一场真正的约会吧 我嫩 樊房 我 城堡 我 兼闭 你 我 自己 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我不去 我不想要我们的第一次约会这么早醒 还是身体最重要 不去 我说了 心不还等着我们完成呢 今天机会难得 我们要尽情玩 走 你真没事啊 没事 真的没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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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文香 对不起 因为 不说八道什么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不应该因为工作忽略了你 我跟林珊既是朋友 也是搭档 虽然我们两个共患难过 那也只是友谊 可是你不一样啊 我们两个有着共同的愿望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永远都实现不了 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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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今天下雨出了点意外 不是 您您别取消 千万别取消 喂 喂 喂 哥 不是 我说你怎么回事 送个皮子还让客户群要订单 我跟你说啊 这个单不算 损失你来陪 不是 哥 你听我解释 但你出了点意外 哥 你听我 喂 哥 哥 哥 我真要努力 老大爷 你没看到吗 老大爷 为什么还要跟我都对 告诉我啊 我坐在哪儿了 我改来不行啊 可是我不会这么努力 都留不住我爱的人 我知道你在怪我 但生气 总比生病好吧 人叙啊 我是不是很任性啊 是很任性 不过 都在我可接受的范围 如果 许墨尘他 真的骗我的话 我肯定帮你出这口气 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就是 是有 是有 连续 谢谢 你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有点饿了 你给我找点吃的来 马上去办 这人哪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所以你不要纠结 没用 放开心胸 大不了从头来过呗 真的可以 从头来过吗 当然可以了 那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谢谢 聂思琪啊 感情 不是人生的全部 不要把自己 关在感情的牢笼里 你何必为一个 不在乎你的人 伤心难过呢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会让在乎你的人担心 谁会在乎我啊 眼下呗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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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这室友 你喜欢我 这怎么说着 这 只有室友是关心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是我的心思 全在许茂晨身上 所以你别再 谈谈我和许茂晨之间的事情了 不然的话 连朋友都没得做 我说过 我说过 你喜欢谁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无权干涉 我只是不想 你被许茂晨骗 被他耍得团团转 那如果我愿意呢 只要你不后悔 就随你 就随你 毕竟 年少总得轻狂一次 是 我很清楚 你的选择条件 我根本不在选项中 所以 所以 我就特别想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陪在你身边 照顾你 呵护你 但是 在 这人出现之前 只要你不嫌弃 就由我 暂代他做这些事 他不你 真是 圣太脸 你怎么会 在这边 他有一个小有个人 那他要求你 他要求你 他要求你 他ら达自己 他要求你 他要求你 你不知道 我看了有多心疼 我知道 达不到你的择偶标准 所以 你问我是不是喜欢你 我不敢承认 说实话 我想努力成为你的选择 真心希望 还爱得起 哪怕到最后 你不属于我 我不后悔 至少 我为你努力过 我为你努力过 什么事 流利 不不 if 我告诉你 你学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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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匯 你学匯 你学匯 我不需要你可怜 任煦 我跟你说过了 你是不是要借机取消我 我没有可怜你 也不会取消你 在我心里 没有任何人都取代你 我去迪安上班 是因为我看你那么辛苦 我想替你分担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 我可以不去 任煦 如果你对我 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了 那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 都没有用 任煦 你现在开心就好了 别勉强自己 你对我做做的一切 我会永远地记在心里 我不是你的主演 有违和你却对我 信任可恐远 难过的不愿 表现 我 是自己 你怎么那么傻 不够一天 愿望的爱情 没有简单固执前的外卖 没有商量怎么办 我心疼的 我 任逊你根本不需要证明什么 因为在我心里 只有你 好 你自己坦然 我承认是我 做不到要你 弯弯强振强 所以我 全部归除 这成就分 颜旭 你坐这儿干嘛 昨天都遭到投诉了 所以今天都没活儿了 不在这儿在那儿干嘛 上班啊 你自己去吧 我可不想送你上班 然后撞见了许我晨 那我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直属部下 所以你不仅要送我上班 还要替我干活儿 要不撞见许墨尘吧 还真挺难的 我去迪安上班 这边有什么需求呢 我们都会尽量配合的 但至于刚才提到 在节目录制中 我们要提前展示 新的样衣的部分 我们恐怕不能答应 毕竟 发布会之前 还是保持神秘比较好 王校经理来上班了 你好 这位先生是 是谁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四姐 别拉着我 你不知道他有多讨厌 之前就一直看我不顺眼 为难我 还嘲讽我 需要我帮你刷卡吗 王校经理 不用 借有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怎么觉得 你对那前台妹有敌意啊 怎么 你想贴他抽气吗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别乱猜啊 那就别替 无款紧要的人说好话 我说啥了 我就觉得你对前台妹 前台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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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对那前台妹有意思啊 聂四杰 丁总在上面等你开会 你赶紧过去吧 好 我跟你说 你好好待着等我啊 难道别去啊 那又这么说定了 我去安排一下 晚上见喽 好的 我们晚上见 好 你也来地下上班了 哼 来上班是次要的 盯住你才是主要目的 是吗 别对思习动正和外心思 一切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好 江南的日程改到了晚上 刚好我可以趁发布会的这个机会 做一个网络直播宣传 好 那交给你了 不行 刚刚思琪对你的前台妹太不礼貌了 我得帮她道个歉 唉 唉 哎 那个 对不起啊 思琪平时就是打打烈烈的 但是她是无心的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是 呃 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职位 但是应该是网络销售部 那你跟网销经理是什么关系啊 我跟她是男女朋友关系 哦 怪不得 你刚才对许先生那么没礼貌 原来是有原因的 什么叫有原因 你都不知道她办的那事 任逊 嗯 我身边的这位美女设计师呢 就是DI集团旗下新品牌信木的原创首席设计师 木灵山 同时呢她也是DI集团的设计总监 大家好 那既然原创首席设计师已经在我身边了 我就要替大家问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 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们信木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信木是时尚先锋跟传统工艺的融合 以中性为主格 使服装不受年龄和性别的限制 采用简单的解合美学和不同的机理面料组合 摒弃拖沓多余的浮躁装饰 在欧美风中加入中式的木元素 从而体现出一种非传统视觉的现代美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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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以为加入中国传统设计元素的这些设计 穿上去会显得太保守或者是太民族风 没想到穿上去的整体效果让我感觉在Fashion Week 江南的栏目 这一期的收拾很高 不仅如此啊 网络关注度也上了热搜 现在最重要的是场地问题 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地空间非常大 但是结合创意 用创意填满空间可能会有不少的成本 这里呢 国际众多奢侈品牌 还有欧美很多品牌 都喜欢在这里走时装秀 另外一个场地呢 空间不大 但是却很有个性 是很多潮牌做时装秀的首选 我个人认为不错 温孝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几个场地都不太合适 我们先把场地的事情放一放吧 杨艺堂总那边已经送过来了 现在最主要的部分还是你 言下 好 这一部分我在消失光年就可以完成 嗯 这边接下来 等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